大家好 今天在第一次的生意揭秘会里面 分享了以下的故事 和你讲一讲 看看对你创业有没有所启发 话说从前有个农场 有只猪、绵羊和鱼牛 每次农夫都走进来 随便捉住其中一个动物 我拔出去 但每次都很有趣 都捉不到只猪 只猪大声叫大声跳 走来走去 每次都捉不到它 这次捉了一只绵羊 就出去了 几个小时回来 绵羊在取笑这个猪 搞错啊猪啊猪 这么没胆的你 捉你有什么所谓 大声叫大声跳 吵醒大那些邻居 这么没胆的你 就是猪怎么回答它 你知道吗 想一想 和创业有关系 那只猪怎么回答它 那只猪说 绵羊绵羊 你不明白的了 农夫捉你出去 是为了你的羊毛 捉羽牛出去 是为了它的牛奶 但是捉我 这只猪出去 是为了什么 它的火腿 想切了我的猪腩 我走 是为了一条命跑 怎么不跑得快 所以为什么要大声叫 大声跳 我是为了一条命 以上小小的故事 对你有没有所启发 对创业的你 想一想 你又是哪一只动物 创业两大原因 一光明大道 二走投无路 你发现很多成功创业者 白手卿家的人 讀书不多 没有回头路 知识不多 又找不到高薪后绩 所以好像猪一样 拼命地跑 因为是为了一条命 但可能有些人 高薪后绩 知识很厉害 读书又很多 走走走的时候 不够当 那怎么创业 走回头路 回回以前的 comfort zone 去回以前的工作 想创业的你 想一想 你又是一只猪 是一只绵羊 还是一只鱼牛 希望以上故事 对你有所启发 多谢